我遇到的時候,我不是在手上 我那個胯就有作用 它可進可退 你有那個開又寒又擰的東西對不對 你接的時候它裡面有泡 它要開也可以,它要寒也可以 它要動也可以 它一動的時候,另外一隻腳自然會跟 你怎麼動它就會跟 重心它就維持得很好 你打開 另外一隻腳不跟你就慢了 你只要一動,另外一隻腳不會跟 你刻意練來跟的也不是 它是裡面有一個東西它自動跟在一起 那個就是六核心 把氣的變化 首先你要先從這一節的氣,要先能練下來 後面再開 把這個胯越扯越開以後 前面越來越寒 它越來越爆 兩個胯越來越爆 它臉抱住,要擰著看 你要開胯之前,你要先會守胯 你跨守不住 你去練快胯那是不行 內加拳,你要開胯 還有一個前提 條件就是說 你上面的氣要能練下來 你練得開胯 對你的身體的元氣 你這個丹田的元氣才比較有幫助 你如果 你這個鎖骨以下的氣下不來 你就練開胯的話 對你的身體是不好的 因為你胯平常就把胯打開開的 或是你身體在動的時候 像 你身體在動的時候 你這個腳跟著動 大腿跟著動 你刻意去練,把這個胯打開 它有一個問題 它就說 你這個丹田的氣會守不住 你的氣比較容易閃掉 比較容易鋸不起來 你身體 我們氣以癢 不以閃 不以耗 所以 以練氣來講 你練身體 你練內加拳的話 這個胯應該要能守得住才對 所以胯 你要開胯之前 要先怎樣 要先能守胯 動點 要守得住這個胯 那胯怎麼守 就是你平常練功的時候 這個屬膝部 它要輕輕的含著 把這個胯守住 所以它 它輕輕的含著 你這個屬膝部輕輕的往內含 含一下 這樣你的 你這個元氣比較不會伏膩上來 比較不會反膩 反膩的也比較少 反膩的也比較少 我們一般人 你氣本來就是一直上來在用 你又可以把胯打開開 或是把屁股推出去 推得很出去 把胯打得很開 那你的氣就是更浮 火氣更旺 為什麼練久了 怎麼會火氣那麼旺啊 火氣旺有什麼 會痴瘡啊 嘴巴會臭啊 阿面紅耳刺啊 或是練久了膝蓋會痛啊 就是你這個元氣守不住的現象 它一直都變成火比較旺 你不管練什麼 你只要是這樣 長期這樣 就對你的內氣會有危害 所以我們胯又講回來 要開胯之前 你要先會守胯 你胯守不住 你去練胯胯那是不行的 所以它有個先決條件 你要先 你這個氣 從鎖骨這邊的氣 要先能讓它能下來 那怎麼樣能下來 首先你要先會斬背 這兩天要先往兩側要斬得開 你不管練什麼 它平常都一直在看 你透過五行犬的鍛鍊 或是八卦掌 或是太極的戰裝 透過這些訓練 一直在把背展開 把懸頂拉高 你前面舌頭捲起來 你前面的氣慢慢就一直沉下去 你時間練越久 它就越沉 你打套路 你打套路裡面 它氣有再沉 這樣身體才會健康 你這個腰胯 它是寒住的在打 不能刻意去推 去頂 這樣都不行 刻意的去改變你骨盆的角度 有人說 把這個骨盆往後翻 骨盆往後翻 這樣胯這樣頂 這樣 你脊椎這邊 這邊它脊椎就會拉直 它就拉開了 這樣 這樣身體才會 功夫才會出來了 這樣反而造成前面的氣一直浮上來 火氣越來越旺 時間久了 對身體都很不好 你氣一直浮起來 你就不成了 你胯要先含得住 氣下得來以後 你 你的功夫慢慢有了以後 才開始練開胯 你這個有含住以後 它這個胯 它同時有在抱 它同時有在撐展 這樣展開 跟背一樣 它是一直展開 展開同時 往前抱住 往前抱住 同時它又擰開 它開胯是講那個擰開 可是你氣下不來 你可以練這個是錯的 你沒有中定 你氣下不來 你可以打開 可以這樣 氣下不來 永遠下不來 你在怎麼練 下膠還是武器 所以遇到 你遇到危急的時候 你打手 身體都是抗住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氣下不去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含住胯 這個氣 鎖骨以下的氣下不來 首先你氣要先能下得來 氣下得來以後 練開胯 它叫擰胯 把胯擰開 那怎麼擰開 你氣下不來 是擰不開的 因為 它一樣 它這個屁股後面 跟屁股這邊 這個骨頭 它是 它是感覺是 往兩側一直在撐 撐髮 跟你的背一樣 是往兩側在撐髮 撐到一個程度以後 你前面是一直含進去 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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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含得起來 後面撐得開 再把它擰開 不是開前面 是開後面 這時候的開胯 它作用就很大 它可收可放 可長可遠 它遇到 它遇到 我遇到 我遇到的時候 我不是在手上 我那個胯就有作用 它可進可退 人家一進來你可退 你進來 進來我這個退就很大 因為我的胯是有開的 它開不是打這樣開啊 它不是這個開 它是那個前後 那個作用非常大 前後 前後的時候它又沒有開 它防備的很好 它沒有打開讓你來打 它是防備很好 它是防備很好 這個都防住了 到問題的時候 你這個腳 它就會串 你在動的時候 它這個進來 另外一隻腳 進來 另外一隻腳 在動的時候 它就不會閃 你不管怎麼走 它都有一個擰的動作 你有那個開 又寒 又擰的東西 對不對 你接的時候 它裡面有泡耳 它有 它又開也可以 它又寒也可以 它又動也可以 它一動的時候 另外一隻腳自然會跟 你怎麼動它就會跟 重心它就維持得很好 你打開 另外一隻腳不跟你就慢了 你只要一動 另外一隻腳不會跟 你刻意練來跟的也不是 它是裡面有一個東西 它自動跟在一起 那個就是六合徑 氣的變化 首先你要先從這一節的氣 要先能練下來 你可以練這個 你這個氣也會受影響 為什麼 因為你這邊的氣調不下來 你就練這邊 它 你已經落入 你一出生以後 你就落入那個氣 這反應 上來用的現象 它用多 用快 用少這樣 你現在刻意練這裡 你這個氣就刻意 刻意去使用它 它不小心 它這個火氣就更旺 所以你這樣刻意練 做老師說這個要含這個要開 我就這樣練也不行 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正確的 你就開始練這裡是不行的 你練這裡反逆到上來 就有可能反逆到頭上 所以重點是要從這裡開始練 重點你要斬背斬得開 拳頂拳得好 拳頂拳得好 舌頭捲得住 很多要點要去注意 這樣練 練那個拳 才氣慢慢有下來 你再來練開胯 才是更往上走的那個道路 它是有步驟的 不能一開始就著重那個胯要怎麼點 胯要怎麼開 這個對內氣都不是很好 你可能會比較火一點 但是那個裡面的那個 裡面那個自動結合的很好的那個東西 它出不來 因為它沒有內氣來做 你是刻意用身形的 你能用多久 你年紀 你十年二十年 慢慢就敗了 這裡就敗掉了 慢慢敗掉以後 你這個慢慢也就開了 你也是抱不起來 除非你有把上面的氣慢慢養下來 你那個開胯 你練的那個擰胯 擰胯 或是蹭胯 那裡面喊胯 它要有三個東西 先喊 那它再能開 那開的同時它又更喊 它慢慢再有擰 把它擰開的東西 這是最高段是擰 你可以擰開以後 那是很厲害的 串步就串進去 或是你那裡有危急的時候 你一對拉布就拉很久 拉很長 或者遇到危急的時候 一拉布那個 一拉開就往前面的腳 還會自動更回來 因為你平常練的東西 它就有那個東西 含在一起 你不刻意打開 這樣就沒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這一節的氣沒有先下來 為甚麼